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孙大中 彼得前书五章五节 彼得说 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神阻挡人或赐恩给人 关键在于这人是骄傲 还是谦卑 骄傲的人不但神阻挡他 他也阻挡神 而且下意识地认为自己就是神 神要向人施恩 但高傲的眼就是人自觉于神的恩典之外 宇宙的恶就来自于不守本位 连人能生活骄傲 守住本位 都是神向人施恩的结果 愿主赐我们忠诚的心 坚定的灵 说我们转眼不堪虚假 而是在神所启示的道中生活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认清神与我们的不同 我们思想 认清神与我们的不同 这个题目 所读的经文在 秀约圣经创世纪三章一到十三节 创世纪三章一到十三节 请预备好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主的慈爱比生命更好 祝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 祝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 我要用嘴唇来赞美你 祝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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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用嘴唇来赞美你 祝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 祝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 创世纪第三章一到十三节 耶和华神所造的 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 蛇对女人说 神岂是真说 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女人对蛇说 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 唯有园当中那颗树上的果子 神曾说 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 免得你们死 蛇对女人说 你们不一定死 因为神知道 你们吃的日子 眼睛就明亮了 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于是 女人借那棵树的果子 好做食物 也悦人的眼目 且是可喜爱的 能使人有智慧 就摘下果子来吃了 又给她丈夫 她丈夫也吃了 她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 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 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 为自己编做裙子 天起了凉风 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 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 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 躲避耶和华神的面 耶和华神呼唤那人 对他说 你在哪里 他说 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 我就害怕 因为我赤身露体 我便藏了 耶和华说 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 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 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 那人说 你所赐给我 与我同居的女人 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 我就吃了 耶和华神对女人说 你做的是什么事呢 女人说 那蛇引诱过 我就吃了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创世纪三章 一到十三节 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 新约罗马书三章四节 罗马书三章四节 经文说道 断乎不能 不如说 神是真实的 人都是虚晃的 如经上所记 你责备人的时候 显为公义 被人议论的时候 可以得胜 罗马书三章四节 我们就以这节经文 作为今天 一块背诵 和默想的金句 罗马书三章四节 我们再背诵一册 断乎不能 不如说 神是真实的 人都是虚晃的 如经上所记 你责备人的时候 行为公义 被人议论的时候 可以得胜 罗马书三章四节 继续是 今天的灵修短文 认清神 与我们的不同 假如我真正了解 我与神的关系 我会做更静止的仆人 神是我的创造者 是我的主 我的拯救者 而且他与我不同 我有限 他无限 我软弱 他无所不能 我见识短浅 他无所不知 我受肉体局限 他无所不在 所以 其实人不曾犯罪 神仍然与人非常不同 而现在 再加上 罪了束缚 神与我们 就更如天渊之别了 因为人有罪 而神有恩典与赦免 我对神最大的五慢 是想与神同等 就如撒旦犯罪 亚当想挖犯罪时的念头 他们要如神 相反的 假如我守住人的本分 遵从他的引领 则我必得神 最大的喜悦 人类最大的罪 是想否认神 与人的不同 身为基督徒 假如 我见位夺权 以自己代替神 我就是犯了最大的罪 世上只有一个人 耶稣 有群先称 他与神同等 所以他可以说 我与父缘为一 因为他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我能认清 神与我的不同 也就是 舍我的本分 时刻顺服信赖他 当我软弱受挫 犯错忧伤时 我要回到他的身边 支取我所没有的力量 医治 喜乐与恩典 圣经 明明白白地说 耶和华是神 我们是他造的 也是属他的 我们是他的民 也是他草堂的羊 神的眼目看顾 敬畏他的人 和仰望他慈爱的人 他扶持谦卑人 却将恶人倾覆于地 美国知名牧师 菲利普布鲁克斯说 祷告的时候 不要只求拐杖 要求翅膀 旷野玛纳鼓励你 恳切地祷告 在祷告中看见神 意想不到的恩赐 今天我们思想 认清神与我们的不同 这个题目 人的野心 就是不甘愿做人 要如神一样 但人是被造偶存 有限的 跟无限永恒的神 在本质上 就是有差异 神是永存的 他将摩西启示 他是自由的 是那位不依赖 任何其他存在 不用蒙谁的恩的 自存永存者 约翰福音五章 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事后将到 现在就是了 死人要听见 神儿子的声音 听见的人 就要活了 因为父 怎样在自己有生命 就赐给他儿子 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 人与神的不同在哪里呢 神是在自己有生命的 生命在那里面 他就是生命的源头 人是偶存的 曾经不存在 因为神的旨意才存在 曾有人问唐崇龙牧师 神为何要创造万有 唐牧师很幽默地回答 说 免得你一无所有 神若不创造 我们就什么都没有 连存在的机会都没有 启示录四章九到十一节 约翰说 每逢私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 归给那坐在宝座上 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 那二四位长老 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 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 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 说 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 因为你创造了万物 并且万物 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万物是因为神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人也在其中 神一无所缺 并不用人手服侍 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 赐给万人 我们生活 动作存留都在乎他 神若没有造物的旨意 就没有人的偶存 既然神把他的慈爱延伸出去 照他美身的旨意 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人 我们要做的 就是顺服他的安排 为所领受的一切 感谢他 亲爱的朋友 人不是由了自己到世上来的 生命又结束了一天 一些都是照神所说的 吃着不争的事实 我们得认清 不要逃避 神不缺少什么 人却必须时刻仰赖神 诗篇42篇第8节 诗人说 白昼 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 黑夜 我要歌颂祷告 赐我生命的神 人向赐他生命的神 歌颂祷告 吃饭前 向他谢饭感恩 并不是心理作用 也不是心理寄托 乃是承认事实 人要认清 神是不被造的 被造的就不是神 并永远都不会是 不要有如神 或者是成神的野心妄想 而要守住本位 因为我们都是因为神的旨意 被创造而有的 你说那基督呢 基督是守生的 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是与神同等的 他本来就是神 耶稣告诉犹太人 他是那位自由拥有的 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八节 耶稣说 我实在地告诉你们 还没有亚伯拉罕 就有了我 换句话说 亚伯拉罕还没有出生以前 我已经存在了 巴克博士说 因为谁是他应该是的那一位 所以世上每件事情 才能成其所事 我们说过圣洁 是神本质中的核心 神和一切不是神的 绝对不同 他是那位绝对者 马拉基书三章六节 神说 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 所以你们雅各之子 没有灭亡 再神没有改变 也没有转动领儿 神永远是他应该是的那一位 他不但是真理 并且是有位格之真理的本体 什么叫位格 就是有理智 有情感和自由意志 有决定力 可以自主行动的独立个体 当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说 我就是真理 是他站在真理的本体 地位上说的 父所分别为圣 又拆到世间来的 他这样自称 是非常合一的 只有耶稣能这么说 人只能是追求真理的课题 为这个缘故 你就不能把求道 悟道的人和耶稣等量器官 释迦牟尼 是求道以后宣称悟道的常人 耶稣基督是从太初 就与神同在的道 约翰说道就是神 因为他是道成了肉身 因此只有他能说 没有人夺我的命去 是我自己舍的 我有权兵舍了 也有权兵取回来 并且从死里复活 以大能显明 他真是神的儿子 释迦牟尼死了 无法复活 佛谷佛牙还留在人间 他留下的经典是人的话 是人间的智慧 跟神在这末世 借着的儿子小于我们 是完全不同 这个不同不是分量的不同 乃是本质的不同 神的话 跟人间的经典 你不能同等看待 耶稣的门徒说 我从父出来 到了世界 我又离开世界 往父那里去 又对那些不信他 打算退去 不再跟从的人说 他或你们看见人子 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 怎么样呢 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五节 耶稣向父祷告的时候说 父啊 现在求你是我同你想荣耀 就是未有世界以先 我同你所有的荣耀 因为他本来就是神 留下这样的话 就一点也不奇怪 约翰把这些话记下来 是要叫我们信耶稣 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并且叫我们信了他 就可以因他的名 得生命 神要显出不同 显出他的真实 显出偶像的虚假 就在圣经里 借着先知 写下最多的预言 又在以色亚书 四十六章 九到十节指示 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 因为我是神 并无别神 我是神 再没有能比我的 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 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 说 我的筹算必立定 凡我所喜悦的 我必成就 只有真神会告诉你 他是首先的 也是末后的 除他以外 再无神 只有真神告诉你 没有能像他那样创造的 也没有能像他那样拯救的 他是首先的 也与末后的同在 以赛亚书 四十四章第八节 神说 除我以外 岂有真神吗 神回答 诚然没有 只有创造万有 按公义审判世界 随自己的旨意行事 又指明历史动向的这一位 才是神 而人最大的无知 也是对神最大的五慢 就是 不服权柄 不守本位 妄想与神同等 重蹈堕落天神的覆辙 天神犯了罪 神并不宽容 曾把他们丢在地狱 交在黑暗坑中 等候审判 他们心里的骄傲 对神的态度 所显出的背叛 使他们被神永远丢弃 而神怎样审判 违背神 造他们功用的堕落天使 也要照样审判 照天使堕落的样子 背逆他的世人 人的不守本位 从骨蛇 在伊甸园里 成功地诱惑下挖开始 幽谷树光的作者 韩力生说 吃分别善恶书上的禁果 并不会给 始祖 拥有分别善恶对错的能力 要是如此 他们就不该被宣判为有罪 因为人若没有能力分辨 何为对错 又怎能要求他们 为所做的负责呢 换句话说 不是吃了分别善恶书上的果子 人才开始有了分别善恶的能力 不是的 关键是在于 谁有资格决定对错 争议点是在这儿 对错善恶是由谁决定 上帝说是错的 我硬说对 上帝说是对的 我硬说错 称善为恶 称恶为善 以暗为光 以光为暗 以苦为甜 以甜为苦的 永远是人 不是神 神是不可能改变的 华罗维斯比摩斯 讲过一句话 他说 神是不可能改变的 他不能变得更坏 因为他是圣洁的 他不能变得更好 因为他已经是完全的 神的国度里从来没有 人本的民主 因为是神在掌权 神看这是好的 就是好 人本的民主 是要男女平等 不要有分别 结果男性女性化 女性男性化 刻意把那条界线 模糊化 这是人的看法 是人的企图 但生命纪 二十二章第五节 神明确启示 给他的选民 以色列人 妇女不可穿戴 男子所穿戴的 男子也不可穿 妇女的衣服 因为这样行 都是耶和华 你神所憎恶的 神的看法很清楚 男是男 女是女 男女要有别 这是神的旨意 他这样创造 也这样命定 不用跟神争辩 没有这样的规矩 除非你来当神 你一个尽情 心理心所愿的 看你也所爱看的 但却要知道 为这一切的事 神必审问你 只要他是神 当末日的时候 审判你的 就不是你的良心 是神的标准 是神的道 因为他是造你的主 你永远离不开 神的全能 你只能从神的喜悦 跑到神的愤怒 那么远 神的旨意 是不改变的 改变的是 神决定 对待你的方式 能够不谨慎吗 能不存在心上 留在意中吗 我们再来听首诗歌 一人的路 你要专心依靠主 不要自以为聪明 常常把圣经的教训 牢牢地记在心 主宝手你 赐恩给你 他也要为你保持一 问去的心 你要远离 问去的诗 你要过必 一人的路 好想沉昔 渐渐照亮 越照越明 你要专心依靠主 不要自以为聪明 尝尝把圣经的教训 牢牢地记在心 主宝手你 赐恩给你 他也要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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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路指引 问去的心 你要远离 问去的诗 你要躲避 一人的路 好想沉昔 渐渐照亮 越照越明 你要专心依靠主 不要自以为聪明 常常把圣经的教训 牢牢地记在心 主宝手你 赐恩给你 他也要为你 把路指引 问去的诗 你要远离 问去的诗 你要脱避 一人的路 好想沉昔 渐渐照亮 越照越明 你要专心依靠主 不要自以为聪明 常常把圣经的教训 牢牢地记在心 请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你知道人里面的渴求自主 想要脱离你而独立的欲望 我们的心多么不愿意谦卑 若不是你向我们施恩 我们就不会遵从你的旨意 遵守你的法度 而只会膨胀自我 否认你跟我们的不同 主啊你晓得我 看见我 查验我向你是怎样的心 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 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 借着今天的信息 帮助我们在你的真理上扎稳根基 不叫我们拖到面对审判的时候 面对事实才陷入恐慌 而是懂得在衰败的日子来到以前 纪念你 思想跟你的关系 靠着你的恩典和大能 胜过试探 愿你保守我们走一人的路 直到我们在意中见你的面 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孙老中 下次节目时间 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它是我贪我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西水旁 它是我的灵苏心 引导我走一路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虽然情过思应有故 我也不怕遭寒 因为你与我同在同行 你长彼岸 你长彼岸为我 在我的人的面前 为我摆设奄行 虽然情过思应有故 我也不怕遭寒 过来